哈喽大家好 了不起大人又上线了 今天我们来吃一家非常低调 且有名的川菜私房菜男星园 男星园的前身是邓金 那听说过的朋友弹幕扣个一 非常有名 邓师傅自早在上海开店 然后后来又去香港了几年 最近几年又回上海重新了 开了这家男星园 在我身后这栋三层楼的小洋房里 男星园的人尽 男星园的人尽可不便宜 最低八百斤 那到底好不好吃呢 我们也去看一下咯 走吧 感叹一句这个包房真的大 六个人做得非常的空 好了那我们赶紧进入正题吧 当天的宴席冷菜一共六点 第一道吃到的是非常有名的 蒜泥白肉 因为春天嘛 所以里面还加了印记的香葱 这个主要是用到一个我们自己熬的一个富士酱油 也叫甜酱油 上面的话就是那种 一定是采用那种毒头蒜 而且是要用刀板去沾汤 不能用尿泥鸡 这道一定要趁热吃 肥肉的比例虽然看起来高 但是吃起来软多多的香而不腻 蒜末和上面的白芝麻提味 回味嘛 酱味的甘甜就上来了 这个是腰片 这道的腰片真的是贼嫩 而且一点异味都没有 它会用你知道就是那个大料 然后的话去腌它 所以的话它这样子像它是没有酸味的 但味型我觉得和前一道蒜泥白肉有一点像 不过这不妨碍我喜欢它滑嫩的口感 包裹着共菜的爽脆 你们今天没配点酒吗 嗯 这个是那个怪味鸡块 就是男人的煮蛋的这个炒鸡 然后的话 我们就加的有那个豆瓣 还有朋友一起去拌它 这道怪味鸡块除了鸡肉本身又香又嚼头 大葱其实更好吃 吸饱了鲜麻的汁水又有甜丝丝的口感 下一道糖心皮蛋 好 吃完烧了 然后那个灰果 或者一个半夜 一个半夜然后再运过来 我们从四川自己炎炎的过来的话 像这样的话就是有点这种弹心的 感觉到我们吃了有点木头 下面这道儿菜在西南地区比较常见 口感有一点像芥兰 但是更加的爽脆多汁非常甘甜 接下来热菜就起上了 这一道是续腐广肚 话说川菜是八大菜系四大名菜之一 南兴元素的川菜属于南唐包席 区别于盐帮菜江湖菜 属于川菜中的高档宴席 讲究粗菜细做 细菜精做 上面用的是宜兵的芽菜 宜兵在以前的话就叫做鱼 在这都配到鱼 上面是肉末送鱼 下面的话是一件的凉面 广独选用的是深海的大鱼柄 真的是相当肥厚 下面的凉面配上芽菜 其实就有点宜兵燃面那味儿了 别看它上面铺满了红油 其实吃起来真的辣味非常非常的清淡 感觉更多的是增添香味的作用 其实在传统的川菜食品里面 很大一部分的菜系不是麻辣味的 南唐菜系最初也是以其他菜系为基础 结合当地的风土气候逐渐演化出来的 第二道热菜软炸斑脂 因为形似手上带的那个斑脂 所以得起名 这个据说选长头最肥的部分 油炸食物的香酥气真的格外诱人 外层炸的薄薄酥酥 内里软热又富有油脂感 让我想起了茶餐厅里面的酥炸大肠 就吃完有一点厚重 需要大葱进口 这道应该算是川菜的天花板了吧 开水白菜 浅茶色的汤底居然没有一滴油脂和一丝杂质 这道可是实打实的功夫菜了 取鸡鸭火腿肉骨熬汤 还得是闻火慢慢熬 中间再用剁碎的猪肉和鸡肉一边边的扫汤 那所谓的扫汤就是用鸡肉绒猪肉绒等原料 去吸附澄清汤汁中的悬浮物和残渣 什么时候放这些东西以及放多久 其实都非常考验师傅的功力了 当天的开水白菜汤底清澈纯净 喝起来是鲜纯感又有厚度 白菜口感略脆 但是没有我想象中的清甜感 话说宫保鸡丁里面加黄瓜胡萝卜和豆瓣酱吗 四川做法里面这些是豆腐家的 它的味型是胡辣荔枝味 胡辣就是花椒跟辣椒炒 然后荔枝就是糖跟醋的比例炒出来 虽然说宫保鸡丁在其他菜系中也有收入 但胡辣荔枝味是川菜系宫保鸡丁的标准味型 这道其实吃起来还是有讲究的 要用勺子同时将花生鸡腿肉和葱一起送入口 鸡腿肉选自每天活沙的小公鸡 肉丁饱满大颗 那紧实弹能又多汁的腿肉 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 窗位讲究百菜百味一菜一格 宫保鸡丁吃起来入口是有荔枝般的酸甜 同时带了一股醇厚的咸鲜 花椒辣椒贡献的温和的胡辣味 让这道菜吃起来口感更丰富 这个是鸡 这个是虾酪 它也是用虾肉敲容之后 用猪油一种蛋清去炒的 然后中间拌的海参是吧 对海参上面撒的是火腿肉 这个凑近了闻有一股淡淡的甜香 色泽洁白细腻 难怪说是雪花 这个好吃 四川比较常见的是雪花鸡闹 这一道的话升级变成了雪花虾闹聊生 吃虾不见虾 但是也有虾味的鲜甜 入口的蓬松感像是软绵绵的云朵 回味特别鲜 以至于感觉像加了味精 让服务生特地去问了后厨 说是食材本身的鲜味 而里面在的聊生不仅让价格高级 其实口感上也有所变化 小吃里的黄油超手 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 就普通吧 下面这一道是今天的大菜 川卫东海大黄鱼 因为我们是一共六个人嘛 所以它这条鱼的话 其实开刀已经帮我们开成了六块 吃这个鱼一定要浇上它的汁才好吃 夹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它那个鱼皮酥得很 正准备吃的时候 顿师傅进来了 然后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刚才吃这个就认为是松鼠鱼 这个是鱼鱼没关系的 这个在传统菜这边叫糖醋脆皮鱼 糖醋脆皮鱼 就是切也是这样切得到 味道也是这个味道 只是我觉得这样西部醋鱼 糖醋这个颜色特别是我们用保鲜醋 就是太黑了 然后我就把泡辣椒打碎 这道糖醋鱼没有用白醋 用泡辣椒打碎调味 酸甜口荔枝味型确实做到了皮脆肉嫩 最后一道热菜以春笋配豆苗结束 套餐里面还有一份随饭菜青椒炒肉丝 实话说六个人分这一盘 我的不好意思夹太多 本来切的有点高 但是 这青椒肉丝真的没有我爸炒的好吃 很酸 嗯 至少不下饭 很酸 对啊 讲道理 青椒肉丝应该先煸 但是它还有那种青辣椒的深色气 有麻婆豆腐吗 有的 有的 可以加一份 可以加一份 刮我 麻婆豆腐的麻辣味都不重 选用的是老豆腐 所以它的那个豆腥味还比较浓 所以这份最后也没有吃完 收尾的回锅肉甜烧白 简直就是一场脂肪与碳水盛饮 旁边一圈搭配的是黄豆粉 这个吃起来口感有点像糯米红豆沙 它的红糖味特别浓 之前的邓记十元九文大名 那这次的男性语言其实我抱了很高期待 但邓师傅有一句说的特别戳心 他说 你们不要把我神话了 当天晚上吃到的要说惊艳的倒不大多 更多算是一种饮食文化的体验 在吃惯了毛血旺水煮鱼那些重麻重拉的食物之后 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川菜的淡雅和精致 最后我们吃了人均一千三百多 有百分之十的付费 餐前水果也是要收费的 它当时端上来的时候我以为是免费送的 好啦那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记得关注了不起的阿然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